一次,舍利弗尊者经佛陀允许在下安居结束后外出游化 一位比丘故意在佛陀面前诽谤道 世尊,舍利弗与其他比丘起争执,并不忏悔,因此外出游走 佛陀文言马上对另一比丘说 你速去传我的话,叫舍利弗回来 接着佛陀又对木剑莲和阿难说 你们去比丘们的住处,召集他们过来 舍利弗所入三昧,今天要在如来面前做狮子吼了 不一会儿,比丘们齐聚佛前 舍利弗头面礼足,在一旁坐下 佛陀问道,舍利弗,你外出不久,既有会行比丘对我说 舍利弗与其他比丘起争执,且不悔过 因此外出游走,真的是这样吗? 舍利弗答,如来自当知之 佛陀接着说,我自己知道 但是现在大众各怀狐疑 你可在大众中为自己辩护清白 舍利弗白佛言,我已年近八十 反省自己未曾杀生,不曾忘语 也未与人起过争斗 世尊,我心意清净 就像这大地,干净的他接受 不净的他也接受 哪怕是屎尿浓血,种种会恶 他通通不会拒绝 大地并不分别,这是恶的,那是善的 世尊,我也是如此 我心不移转 就像这水,能使好的东西得到清洁 也能使不好的东西得到清洁 水不会说,我让这个清洁 而把那个抛制不顾 世尊,我也是如此 我无有异想,就像烈火焚烧山也 不择好丑 世尊,我也是如此 我的心就像没有双脚的牛 极字良善,也不凶暴 不会兴起想要伤害谁的念头 怎么会与泛行者争斗而远游呢 世尊,您明了这一切 比丘们现在也应当知道了 如果真有大众怀疑的这些事 请这位比丘接受我的忏悔 听完舍利弗这一番告白 佛陀对那位会行比丘说 你应当悔过 不然,头便破为七分 会行比丘身毛皆数,悔惧交加 既从坐起,礼佛族忏悔道 我今自知冒犯了舍利弗 唯愿世尊受我忏悔 佛陀说,你应当向舍利弗忏悔 比丘赶忙面向舍利弗 头面礼族道 唯愿受我忏悔 我愚痴不能分辨真伪 佛陀对舍利弗说 你以手磨头 接受他的忏悔吧 不然,他的头将破为七分 舍利弗竟以手磨比丘头 说,听辱忏悔 如鱼如祸 此佛法中极为矿大 能随时悔过者 善哉 今受辱忏悔 后更莫犯 未经许可这样的规则